解放軍東部戰區 又再一次的公布 在台灣的附近來進行演習 距離上一次他公布的時候 耶誕節其實只有短短兩週的時間 大家很驚訝 怎麼這麼短的時間又來了一次 而且看了圖之後更驚訝 仔細看一下1月8號到9號 包括共機還有軍艦這些 在我們的周圍裡面 用三面包圍的方式 總共爭獲了共機57架 其中你看一下 在我們的西部海域裡面 包括東部海域裡面 包括西部 西部海域裡面 東 北 中 南 還有包括我們這邊 西南海域 這樣子幾乎是把你包起來 而且國防部公布的 這一些航線圖 通常是比較保守 跟實際狀況沒有這麼仔細 所以如果仔細圖出來的話 搞不好會更害人 他說台灣的空軍基地 氣氛異常的緊張 也不知道要怎麼去應對 這種狀況我也很懷疑 我們的軍方到底要怎麼去應對他 那東部戰局還發了一個聲明稿 而且是深夜的 他說反擊外部勢力跟台獨勾連 就有兩派說法 有一派說是因為這一次 南海國會的副議長低調的訪台 那在立法院裡面 還有包括蔡總統 都有跟他畫面 有見面 但有另外一派的解讀 是認為是因為美國的麥卡錫 他選上了議長 所以他們有提出 因為麥卡錫說他的證件是 如果選上他要到台灣來訪問 所以有人有不同的解讀的一個狀況 那當時南韓的這一些副議長 來訪台的時候 中國駐韓大使館還說 串訪台灣嚴重違背了一中原則 跟中韓建交公報精神 外交部說你言語 這個粗鄙的戰然行徑令人不齒 當然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會開始緊張 那剛剛有個最新消息 CNN的獨家 說美國的華府有一個兵推 所以2026年解放軍就會攻打台灣 那美國會贏 但贏得很慘 兩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被打沉 然後美國的軍艦還有包括 美國的軍人跟台灣的軍人 都省失了三千五百多個 那台灣所有的通通的軍隊 通通被擊沉 雖然贏 贏得很慘 這是他一個最新的狀況 而且這個兵推的報告的結論叫做 台灣完全不適合烏克蘭的模式 因為我們的資源 外部的資源是送不進來的 尾翰怎麼看 好 這個要多在講這兵推 就是2026年的時候 美國會有兩艘航空母艦被擊沉 然後解放軍會有萬人戰死 所以整個台灣海峽會是 這個怎麼講 一片的火海就對了 你看一下現在目前的那個 就是飛機的飛越海峽中線的圖 他就把台灣包住了 那當然你從各種角度來看 因為當台灣已經被中國大陸 視為是美國的第一基地的時候 他一定飛來越來越多 第二個我不知道跟何衛東當軍委副主席有沒有關係 在何衛東上任之後的那個飛機就是多點齊發 以前就不然就是那個飛到巴士海峽那個有過 就剛剛耀州講那個有沒有 飛很深有沒有 飛到我們台灣的東部 對 有過 可是他那個是一個運補的一個出口 在空域上是這樣 可是在海域上呢 如果你去看那個地球的那個衛星圖的話 這裡正好是開始有一個海峽下去的地方 潛水艇才能夠在那邊走 而且再加上說那個洞線 從他的那個山東艦出來 他在那個海南的三亞那邊當母港出來的時候 他需要這個制海制空權 所以他每次都是飛臺灣跟東沙這一段或截斷 可是現在臺灣跟東沙這一段飛 可是臺灣的南部 對應的是水上機場 中部清泉岡 那北臺灣新竹的幻象 他北中南全部都有 那這次還沒有說飛很近 上次是已經飛到了二十四海里的林街區 在接近一邊十二海里 那個對臺灣來講的話 觀眾朋友大概就是三到五分鐘 就可以到我們的領土了 已經可以直接到 到我們的領空的上方了 那你會來不及去應變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臺灣 中華民國的空軍 他已經沒有辦法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大陸的空軍比了 數量上面還有飛行員的人 我們現在你看真兵 我們不是只有一般的阿兵哥不夠 我們戰鬥機飛行員也越來越少 飛機要比戰鬥飛行員還多 那他也同時出動 他現在多次還沒有過百架 我有問過空軍的降臨 如果大陸一次出動一百五十架 現在都還沒有 我們現在曾經最多是七十多架 如果他同時出動一百架以上 一百五十架的話 我們臺灣所有飛機都起來 也沒有辦法去應付 所以當然會越來越危險 那美國每次都講 你看現在今天又講說要兵推了 二零一五要打 二零二七要打 現在二零二六每年都要打 所以我是覺得避戰 可能會是二零二四的一個重點 你要避戰 但是兩岸要得到一個相處的模式 而且還要維持我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要有尊嚴 那這樣的人可能就可以取得 二零二四的總統大會 當然避戰 但是臺灣可能會被解讀說 你是投降主義 是不是覺得你這個各種的操作 當然現在大家開始討論 過去這段期間裡面 沒收中線已經發生了 所以接下來有可能就是 沒收二十四海裡的領空基線 下一步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二零二四要選總統大選的 包括賴清德 他提出了一個最新的說法 他這個說法叫做不能懷疑美國論 什麼意思 說臺灣現在有一股勢力 會覺得說不能太靠攏美國 所以我們不能讓 懷疑美國這個言論 在社會裡面形成共識 否則臺灣就很危險 當然大家知道 美國對賴清德是有疑慮的 所以這個言論就被解讀說 可能是跟美國靠攏 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 相對的藍營 現在比較可能會選二零二四的侯友宜 他提出非強國棋子的發言 有人解讀他是要爭取深藍的支持 或讓跟民進黨親美的路線 做出一個區隔 委員怎麼看 我們應該親美 但是不應該做美國的棋子 我們應該跟中國大陸來和談 但是不應該投降 這是基本原則很容易處理的 所以侯友宜講對 至少講對另外一半 可是我覺得賴清德講要 說要和平 保台 什麼叫和平 賴和平嗎 還是蕭和平 禮和平 要什麼 要和談才能夠保台 不和談 你永遠沒辦法保台 這是我們面對客觀的一個事實 所有的兵推都有很多假設 你說美國人可以損失得起 兩艘航空母艦嗎 那兩艘航空母艦 隨便算就一萬六千的官兵在上面 那兩艘航空母艦被打掛了 不只航空母艦上 還有他的護衛艦隊要被打掛 他護衛艦隊多少 潛水艇兩艘 這個驅逐艦六艘 那護衛艦補擊艦五艘 請問你這多少人 這些沒有被打掛 航空母艦怎麼可能沒打掛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兵推 有時候就是發布新聞告訴你一點 真的不會 真相不會告訴你 第一個 台灣會有多少的 兩岸的空軍戰鬥 我認為機會不大 因為如果真的開戰是飛彈戰爭 一定大陸的飛彈飽和攻擊 我們這邊的飛彈飽和反擊 但是我們的數量 不到人家的五十分之一 換句話說我們的飛彈數量不夠 而且飛彈基地不夠 他一來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飛機都無法起飛 所有的跑道 所有的機庫都會被炸翻 所以第二艘來他的飛機 我們剩下的飛機就不多 所以這種演習是有點不對稱 本質上不對稱 再來解放軍 這個時候那麼多飛機 他其實不是在做什麼 這個比較複雜的 他的純粹軍事用意 不是在針對什麼政治上的議題 不會的 放心 為什麼 這個時候這些飛機 在做什麼訓練 在做一種寒冬天氣 非常糟糕的時候的訓練 很多人可能不曉得 現在你去澎湖看看 站著人在走路的時候 不一定走得動 因為東北紀錄太強大 你以為在空中 這個汽油會很好 不會很好 所以他這個時候 五十幾架還願意這種艱苦的訓練 就表示要他做天氣 及二類的天氣底下的航行訓練 那這種航行訓練 又在台灣海峽附近 做航行訓練的 表示說萬一哪一天 有需要從事跨海作戰的時候 再惡劣的天氣 他都有足夠有經驗的飛機戰鬥員 來執行這樣的任務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空軍見額 因為我們數量少 我們飛機少 所以我們很清楚 當天氣太惡劣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讓我們的飛 飛行員太常出任務 這樣簡單講 失事的機率實在太高 那解放軍冒著這麼大的氣候 就表示他們真的很積極 在從事這種攻臺的準備 但是不是現在在攻臺 所以我們台灣方面 這現在更要小心一點 讓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